第五十一章 耶稣在赫西玛尼园受苦 耶稣和那班仕徒去到赫西玛尼园 犹大没有和他们一起去 他去告诉犹太人的领袖知 耶稣在哪里 救主要彼得、雅各、约翰和他 一起在赫西玛尼园里面 当他祈祷的时候,等他 耶稣知道他需要为所有人的罪受苦 他不想受苦 但他选择了听从天父 耶稣祷告的时候 彼得、雅各和约翰都睡着了 耶稣回来的时候 发现他们都睡着了 就要他们警醒 他再去祈祷 彼得、雅各和约翰都想保持警醒 但是他们太累了 又睡着了 耶稣发现他们睡着了 又再三祷告 耶稣祷告的时候 开始因为疼痛而战斗 天使来加添祂的力量 祂非常痛苦 血点好像寒珠一样滴下来 祂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受苦 因为这样 只要我们悔改 就能够得到宽恕 耶稣叫醒彼得、雅各和约翰 说给他们听 他会被人出埋、杀死 耶稣说 邪恶的人要来带祂走 了